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华人新移民都吃不惯 比如说像bagel配奶酪cheese 生的西兰花配一个熟鸡蛋 一堆青葡萄上放上一大块的奶酪 这些白人喜欢吃的美食 对于很多来了几十年的华人都摇摇头 根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 加拿大华裔社区出现白人餐的分裂态度 有一批华人慢慢融入了白人的食物文化 也有人依然非常抗拒 白人食品给人的印象是简单 通常是生的没有酱汁和华丽的食物 这些饭菜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困惑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灵感 多年来所谓的白人餐 因其乏味无味而被许多人嘲笑 但这一次不一样 在TikTok上有一名华人博主称 白人餐是为苦难午餐 结果被白人网友开始声讨 很多华人网友数落白人餐难吃 让你对食物毫无感觉只能一口吞下去 最重要的是这些淡而无味的食物 应该只在你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吃 以帮助你分开工作和生活 几根红萝卜加几片生的青菜 这就是同事的白人饭 还有华人网友称 白人餐让你有一种死亡一样的感觉 我从来不吃多过两口 事情现在传到加拿大 主流媒体也开始着急了 加拿大各大英文媒体 禁止也发表了一篇报道 采访了几名加拿大华裔 讲述加拿大华人是如何看待白人餐的 UBC大学社会学教授艾米·汉瑟表示 白人餐运动象征着中国年轻人心态的转变 家通社采访了一名华人移民梁先生 梁先生六年前从北京移民到温哥华定居 梁先生接受普通话采访时说 他曾觉得白人餐这样的饭菜难以下咽 但是移民六年后 现在他喜欢上了这种所谓的白人餐了 现在梁先生每天典型的午餐盒 包括一个煮鸡蛋 新鲜的西兰花 一片火腿 奶酪和一片全麦面包 梁先生说 做中国菜既费食又费力 而且价格昂贵 一盒饼干和冷盘可能听起来不值得大张旗鼓 但居住在列治文山的UBC大学的研究生 Leslie Pam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张带有中文白人餐标签的用餐照片 与通常需要大量的炒菜 严重依赖丰富的调味酱和酱汁的传统中国菜相比 白人餐不需要这些 列治文居民Leslie Pam说 Pen表示 白人餐是一种模糊的概念 但本质上意味着 让膳食尽可能的省力无浪费 在温哥华一家全球科技公司工作的吴女士说 她也是她的粉丝 但吴女士并不称她的饭菜为白人餐 而是说 这听起来有点过于笼统和种族主义 相反她称这是当地风味的清淡午餐 西蒙弗雷泽大学助理教授 苏玛同意白人餐 这个词可能具有潜在的冒犯性 然而她表示 这种趋势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回收讽刺的方式 以展示不同的文化观点 因为来自非白人文化背景的人 有时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乡食物 奇怪和异国情调而被取笑 对于这个相信很多加拿大华人有这种感受 有海外华人就这样说 这是甜蜜的报复 高中时 我因为午餐带家常菜而被人嘲笑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拿大的新车市场也陷入动荡 供需完全失衡 而且自2019年以来 新车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0% 尽管价格飙升 买家依然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 才能买到他们心仪的车 只是好奇 新车来了 仍还在不 CBC报道说三年后供应链中的大部分薄弱环节已经修复 客户终于有心情再次购买新车 却面临新的难题 如果有幸找到新车 价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爱德蒙顿居民Jennifer对此有深有体会 她当时正在市场上寻找她的梦想之车 一辆插电式的丰田Raffle Premium 但当时经销商告诉她需要等待八年的时间 她十分的震惊 她最终决定为同一辆的VX电视混合动力版本支付押金 但被告知也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她和她的丈夫耐心等了11个多月 经销商几乎没有任何消息 然后在上个月决定前往当地的三菱经销商 询问混合动力的Outlander 这是最初引起他们注意的另一款车型 她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三菱的等候名单 比她已经在的丰田要短 但她惊讶地发现经销商有几款 她可以在那天带回家的车型 我很高兴我们真的得到了一个 她说 我们不认为会有一辆车可以开走 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 因为没有商家有车 在整个行业范围内 情况都是如此 Daz Rose Automotive Consultants的数据显示 在2023年第一季度加拿大新车销售商的 平均库存量仅为大流行前的42%左右 这比一年前同期的19%好 但依然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 加拿大汽车经销商协会CADA公共事务负责人 Williams表示 虽然情况比过去一段时间更接近正常 但供应链中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而且这些差距通常因公司而异 有些汽车制造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我们甚至并不总是清楚 在管理供应链方面做得更好 她说 全国的每个经销商都想要更多的汽车 但却拿不到车 封印银行密切关注汽车行业的经济学家 Rebekam Young表示 在供需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中 供应商现在占据上风 这是价格上涨的原因 根据Young的说法 目前加拿大乘用车的平均价格 刚刚超过4.5万元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自2019年以来 这个数字增长了30% 但如果说 所有汽车价格都在大流行期间飙升 那将是一种误导 虽然Young表示 半导体短缺问题正在好转 但仍未结束 在此期间 从铝合桶 到橡胶 钢铁和劳动力等 所有物品的价格 都比以往大幅上涨 Young表示 她预计 今年晚些时候和明年供需 将更加平衡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价格会回到之前的水平 希望随着进入2024年 我们开始看到 经济中出现更多正常的行为 但我依然会说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价格大幅下跌 她说 即使明年新车的成本上涨0% 这个标价对于加拿大 普通家庭来说 依然很高 对于房东 可以如何避免老赖租客 及维护资深权益 有地产经济提出了几项建议 包括仔细筛选租客 检查信用记录 委托中介机构 定立明确租约 定期维护检查 及时的回应问题 和寻求法律援助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 大温地产经济表示 房东选择租客时 应进行充分的背景调查和筛选 可要求潜在租户 详细地列出租赁申请表 并核实当中信息 也可以要求提供工作证明 收入证明 前房东推荐信等 此外必须查看信用记录 了解其还款状况 及其他财务问题 还可以要求租户提供授权 以便查询其信用报告 若房东没有时间或经验筛选租户 该经济建议 可考虑委托专业的 房地产中介机构协助 他们通常具备专业的筛选 和背景调查技巧 能帮助房东找到合适的租户 该经济有指 租约必须明确规定 租户的责任和义务 并包括适用的租赁规则和政策 明确禁止违反房屋规章制度 造成扰民级 违反活动等行为 并规定相应的违约条款 房屋出租后 该经济指房东应定期维护和检查物业 确保所有设备正常运作 及时地修复任何问题 同时让租客知道房东对物业的关注 此外 当租客有问题或投诉时 房东也应及时回应并解决 保持有效沟通 有助于房东与租客建立良好的关系 并尽早地解决潜在的问题 该经济最后建议 若房东遇到问题租客或纠纷 应咨询专业的法律意见 了解自身权益及法律程序 从而采取适当的行动 律师王仁夺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房东遇到问题租客 如果要走法律程序 只能向住宅租务处求助 除此之外 没有太多的法律工具 可以把租客赶走 房东也可以另外提出民事诉讼 自卑诗省今年春天出台政策限制药店 向美国居民出售糖尿病治疗药物以来 该药的销售数量已暴跌于99%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BC省府周五十六日发布声明指 自从不再允许美国居民在线订购糖尿病药物 Ozampic以来 该药的销量已经暴跌99%以上 从4月20日到5月31日 BC省的药房已经被住址在美国的人 配了111份的Ozampic处方 相比之下 1月1日至4月19日之间则开出了30,700张 报道指Ozampic是一种主要用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药物 这种药物在名人和网红宣传它具有减肥的功效后 最近几个月变得流行起来 尽管它并未被批准该用途 省府表示 事实上BC省和加拿大并不缺乏Ozampic 限购令旨在未雨绸缪 省卫生厅长迪德安表示 今年同两个月 Ozampic的销售额的15%流向美国居民 他说 考虑到卖给美国人的其他药物平均值不到0.5% 这个数字令人担忧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